这是位于南海的美济礁 2015年1月 它的礁盘还全在水下 只有退潮时才会露出四周的礁石而已 但仅仅8个月后 中国人就把这里建成了南海最大的岛 面积5.66平方公里 相当于4个首都国际机场 与之类似 迪拜的棕榈岛 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 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入口 也都是人工岛 这些岛是如何建造的 建一座人工岛要花多少钱 建人工岛的本质就是往海底填土 以港珠澳大桥上的人工岛为例 为方便大型船舶通航 大桥在跨海时修了一段海底隧道 隧道的出入口就造了东西两座人工岛 造岛的流程主要有着四步 第一步人工维艳 就是用土石围成海堤 形成岛的轮廓 传统上要先用挖泥船 挖出海底柔软的淤泥 再填入沙石 通过重力挤压使地基紧致稳固 然后用石块或沙袋堆成海堤 但这种方式非常耗石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 采用的是更高效的钢圆筒围艳 将直径22米高40多米 重500吨的钢圆筒 利用八台震动锤直接插入软土层 到达海底坚固的不透水层后 再往圆筒内注入沙子 其中的西人工岛一共插了61个钢圆筒 钢圆筒间还要插入弧形钢板 填补空隙并注入沙子 形成围艳后把内部的海水抽干 第二步岛深填柱 就是往围艳里填沙子 西人工岛用的是平均直径 0.35毫米以上的中粗沙 从陆地通过船只运输而来 但如果是在南海这样遥远的地方造岛 从陆地运沙耗时耗力 岛深填柱就得就地取材 主要靠这种脚溪式挖泥船 工作时 船尾部的一根钢桩会插入海底 固定船只 接着在两侧依次抛射横移毛 再将脚刀放入海底 通过牵引横移毛上的线缆 让脚刀左右摆动挖泥 而利用船尾两根钢桩 交替插入海底 就能让船只缓慢前进 持续挖泥 脚刀挖的泥会被船内的泥泵吸入 并通过排泥管 最终将泥沙喷到人工岛上 称为吹田 中国制造的最大脚溪船 天坤号 每小时能挖泥6000立方米 可填满三个标准游泳池 不过 岛深填柱的泥沙含水量高 质地松软 还需经过地基处理 西人工岛采取的深井降水 联合堆载预压 简单来说 就是往沙土中 打入外壁带孔的排水管道 利用沙土的重力挤压 让水分升到管道中 再抽到岛外 使沙土紧实固结 需持续4-5个月 地基处理的具体方法非常复杂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 回复人工岛 获取详细资料 在处理地基的同时 可以开始修建护岸 在钢源桶外侧 先挖掉淤泥后 填入2米厚的碎石层 接着要靠沙庄船 进一步加过土层 这艘从日本引进的沙庄6号 尾部的金属套管有30层楼高 会在振动锤作用下 打入海底 穿透20米的土层后 向套管内投入沙石 通过反复起拔 下压振动 形成值近约1.6米的沙庄 通过沙庄挤压 就能让松软的土层紧实 最后在抛入碎石 对针斜坡 放入扭弓字块 形成护岸 防止海浪侵蚀人工岛 整座人工岛的建设 耗时约7个月 那么这样一座人工岛 要花多少钱呢 我们没找到 港珠大桥人工岛的造价资料 但可以参考另一座跨海大桥 深中通道的新人工岛 也是用钢源筒造岛 面积13.7万平方米 不含岛上建筑造价19.08亿 相当于每平米14000 比北京的房价便宜多了 总体而言 在近海建造这类小型人工岛 其实还算容易 难的是在远洋造大型人工岛 因为你填海的速度 可能赶不上海浪冲刷的速度 2015年 越南用船只载着挖掘机 在南海的南华郊 辛辛苦苦堆出了两座人工岛 结果不幸被风浪冲垮 而中国造美济岛时 一共出动了32艘大型挖泥船 海浪还没反应过来 岛就已经填完了 2017年 商务部和海关总署 更是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 对这些挖泥船限制出口 以避免这些填海神器落入敌手 此外 除了上述政府主导的人工岛项目 中国也有商业性质的填海造陆 2012年 恒大集团就赤字1600亿 在海南省丹州市建造海花岛 面积783公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域使用管理法 50公顷以上的填海项目 必须报国务院审批 但恒大却想办法绕开了这项法规 填海项目拆分成36个面积 小于27公顷的紫项目 满天过海 且起初只能作为旅游用地的海花岛 在后来被悄悄改成了商业地产 2015年开盘一周 成交额就达到了122亿 当然 这一切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默许和配合 反正你花钱造的岛 最后也还是国家的地 我是张马洋 感谢李嘉欣的本期节目提供内容支持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B站 YouTube 搜索微信真 Fabit 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见